天主 在圣殿内的天主 使不苦的人永无可助 他要将命量和权力赐予他的子民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 有很多很多的奇迹陪伴着他们 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要感谢天主 所以天主就指定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季节 他们应该怎么样的过这些的季节 他们应该以感恩的心 向天主献上一些的礼仪 所以在今天的读经义 我们将听到的就是 以色列的节日 他们要时常感谢天主 我们也是一样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有无数的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宠 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 献上我们的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自然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可请终生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仰望你的人 必蒙诸佑 离开了你 便一无保障 一无是处 求你广世联名 使我们在你的引导 照顾下 善用事物 得享永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其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乐位祭 上主 天日傍晚 是上主的愉悦节 这月十五日 是无效节 七天之内 应吃无效笔 第一天 应该集会 不可做任何劳工 七天之内 应向上主奉献火祭 第七日应该集会 不可做任何劳工 上主吩咐梅瑟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 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方后 每次收获 应把最初先收获的一束交给司机 他应拿这一束行摇礼 现在上主面前 使你们获得悦纳 司机应在安息日的次日行摇礼 从你们献麦树行摇礼的安息日的次日算起 共计七个星期 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应奉献给上主建新的素季 每年七月初十是赎罪节 是你们应集会的日子 你们要进食 并向上主奉献火祭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 七月十五日是帐篷节 因为上主举行七天 第一天应召集圣会 不可做任何劳工 七天之九 应向上主献火祭 第八天要再集会 向上主献火祭 这一天是圣大集会的日子 不可做任何劳工 以上是上主的节日 以上是上主的节日 你们应该集会 请你们要集合鸣鼓 影行高歌 弹琴奏出乐耳的音乐 朔旺之夜吹号角 欢度我们的佳节 请你们向救助我们的天主 欢呼 这是颁给以色列的诫命 是雅各天主的法令 当他出征埃及的时候 给若瑟立了这个法度 请你们向救助我们的天主 欢呼 在你们中间 不可有别的神 也不可崇拜外邦的神 我是上主 你们的天主 是我从埃及将你们领出 请你们向救助我们的天主 欢呼 主的话永远长存 这话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阿勒奴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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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当口如归归你 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惊讶说 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 他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若瑟西满和尤达吗 他的姐妹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却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 没有不受人尊敬的 因为他们不信 耶稣在那里就没有多行神迹 上主的圣言 祝主我们赞给你 大家平安 祝福平安 今年在四月被神家堂就邀请去带领他们的主日学 要带领他们介绍圣经 介绍圣经 我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了介绍圣经 但是在休息的时候 这些孩子们他们就问我 神父你是哪个修会 我说我是圣言会 那神父我们知道 耶稣会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特色就是办学校 他们不知道 在辅断里面 是我们圣言会跟耶稣会一起办的 他们不知道 就他们说 我们知道耶稣会是办学校 那圣言会的特色是什么 所以他们需要知道 圣言会特色在哪里 耶稣会的特色他们都知道 或许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从福大福人大学毕业的 其他的人就会问 请问福人大学有什么特色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特色 它到底是有什么 跟别的地方 别的学校 别的修会 不一样的地方 在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也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就会问 天主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跟其他的神 有什么特别呢 有什么特色 天主应该有三个特性 他有智慧 他的智慧是超越一切 超越其他的神明 超越所有的最有智慧的人 这个是天主的特性 天主的另外一个特性 是他有特别的能力 他有超人的能力 超反的能力 另外一个是天主 天主是忠心和慈爱的天主 他是宽恕人 接纳人 人犯罪 他还是接纳 还是宽恕 这个是天主的大特性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在他自己家乡的会堂 教训人 教训众人 那从他的教训 在场的这些的听众 也发现耶稣有这个特性 所以他们就说了 他们说这个人 他从哪里得来的智慧 很奇能 所以他们就看到了 耶稣有属于天主的特性 耶稣有智慧 耶稣有奇能 在福音里面的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看到 耶稣他的慈爱 他的忠心 他的怜悯 所以在耶稣身上 我们看到属于天主的特性 天主的智慧 他传造了一切 以后放在这个的宇宙 非常的有秩序 他们怎么转 但是他们也不会碰撞 很有秩序的 有什么人可以传造 这么有秩序的这个的宇宙 只有天主 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 天主传造 从灵开始 从混沌 传造这个的宇宙 他有这个能力 只有说一句话 一切就存在 只有天主有这样的能力 耶稣也分享了这个能力 在他的家乡 在会堂里的这些的群众 他们也看到 他有智慧 他有奇能 但是虽然他们看到了 耶稣有这样的特性 他是属于天主 拥有属于天主 这样的特性 他们应该就说 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 可能现在已经在我们面前了 可能就是在耶稣身上 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个 虽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特性 他们还有给他一个大问号 这个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我们不会相信 我们不会接纳 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 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 那玛利亚我们知道 每天去那边去提水的 我们看到这个人啊 那他的弟兄 若瑟 西满 尤达 我们不是每天会看到他们这些人吗 他有什么特别 他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 从他们的家的背景 就是知道他们都是跟我们是没两样的 那为什么 现在他是这样子 虽然他们看到 有他有属于天主的这样的能力的那个特性 他们无法接纳 他们还是拒绝 我想我们今天 看到我们看到了这些的耶稣家乡的人 拒绝了耶稣 我们可能就说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无知 这些人真的是有言 看见的是看不见 有儿听见的是听不到 可能我们就会骂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那时候 在耶稣的故乡 我们看到了耶稣的长大 以后呢 我们看到到最后 耶稣来跟我们讲的这些 我们可能 我们的反应跟他们可能是一样的 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福音 圣经带领着我们 我们就肯定 在耶稣家乡的会堂所讲的那一位 有智慧 有奇能的那一位 他就是天主 我们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在排斥别人 至于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 跟他们一样 会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情况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所做的选择 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以感恩的心 来接纳这一切 我们为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 可能他们可能是会拒绝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的信仰的 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也为他们祈祷 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错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影响了他们 到最后 无法接受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助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与生存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解以你的执意为全神 求你当初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未拯救世人 我们要想把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名的榜样 终身是奉命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英秀 及各地政府欢迎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费之心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行动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愿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些信仰里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啊 并使上为同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住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月里的名寿显扬 月里的国来临 月里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担救我们连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去在基督的海中 重温我 人生为我 顶上去 别想要忧愁 吃苏年 已死不留 人世间 要失败成功 生活中 有辱有容 活躺在 基督的心中 而守护 整个心灵 请不吝点赞